女子没了手掌脚掌 左手臂绑着麦克风 小腿套在拖鞋里 跪在地上靠着歌艺讨生活 在大陆贵州街头卖唱 行人纷纷掏出钞票零钱鼓励她 民众拍下画面 上传网路被大量转发 但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没了手脚的黑衣女子 疑似是15年前 在山东的失踪人口 毛翠翠 2002年7月 在广饶县一家纺织厂 打工下班后 翠翠坐上一辆出租车 从此就没了音讯 这个经验发现 让某家人又重新燃起希望 翠翠啊你快来吧 你娘很想你 翠翠你快来你再闹你 妈妈透过女子的卷刘海 和耳朵后面的一束黄头发 认出女儿来 但让家人不解的是 怎么失踪前的健全漂亮女孩 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怀疑是被人口贩子拐骗伤害 消息一出 某家弟弟马上到影片中的地点找人 但没有找到卖唱女子 家属坚信这名女子就是某翠翠 除了报警协询 也希望透过网友的神通广大 不放弃任何找回亲人的机会 记者洪军伟综合报导 请 quiet zero